小黄牛 嗨 大家好 我是快乐 今天这条 小黄牛 牛仔的 平常这条牛仔的是被 三只夹断的腿 后面才杀的 我们今天来买一个 买一个 牛排 搞个 卤牛排 我就要这个 这个虽然不大 大家看到有点像猪肉的 感觉对吧 太小了 像猪肉对吧 我感觉像猪肉 因为牛肉比较红 我来找一个 好 回去搞那个 搞那个卤牛排 那我们刚才买了 这个条 应该是小黄牛的 小黄牛的 牛排 这牛排那么小 20块钱 我们现在开始制作 我们现在先把它 清洗一下 做牛排呢 让大家感觉好像有点像 像猪排猪肉 那样 我们把它浸泡水一下 那 我们现在浪水下锅 放大块牛排进去 焯一下水 放点 葱 姜 鸣酒 七星沙 还要加点盐 盐 盐稍微多点 加点鱼味 让它大火烧开 煮五分钟 把里面那些水水煮出来 时间到了我们煮 我们洗一下 冲洗一下 因为这条牛的 是润牛 润牛 润牛排 我把它剥成四块 好 现在我们放点姜 放点点冰糖 放一包 这个卤料包 然后呢 放大山这个密制的卤料 这个卤料是 经过几个酥谱 调配出来了 它们要解冻 那香味出来了 香味它这个倒不出来 因为这个 放鱼箱里面 因为我们加了水了 所以现在要加点 加一点点那个 杆草粉进去 胡椒粉 再加点 不好酱 火烧开 然后呢 转小火 焖过一个小时 来我们现在开了 我就闻到很香的 那个香味 好香啊 流口水了 哇看到没有 这肉住 漂亮吗 这些还要滤个 入味 来 来 尝 好吃 好吃 到六味 柠檬 要香 还要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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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酒 差不多了 好了 好了 我们现在了 已经滤了 一个 一个小时了 要了 我们现在已经关火 关火了 让它浸泡 大家看看这个肉住 看到了 看到了想吃了 弄弄了 看到吗 哇好香 那闻到就很香 看到了 要浸泡 味道它才 才出来了 要浸泡它两个小时以后 那味道它更爽 来了我们 这个已经满了很久了 要让它浸泡了 两三个小时 所以我们现在来干火 我吃锅 开吃了 看到了就是 啊好香啊 这样子 下酒硬菜 啊准备开吃了 想吃了过来啊 来 我们 尝尝尝尝尝一块吧 这块就亮了 先尝一下啊 嗯 试试味道 好 好 很辣 香 嗯 豆子味 可以这个 要两分 好 好 搞两回 好 现在搞两回